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刚吃完黑斑铃的年轻猎豹躲在树荫下休息 莫想到吉普车发出的声响 让驼决定靠过来一探究竟 导览员为了避免惊动猎豹引发意外 要求乘客待在车上别动 而这名男子对猎豹步步进逼似乎也不害怕 拿出手机拍摄整段过程 猎豹先是好奇的攀在车上 随后闻了闻男子鞋底并伸出暴爪 一不注意就在右小腿上留下一处伤口 这名男子虽然向导览员表示有点痛 但仍不愿就此离开 而是继续拍摄 直到猎豹再次动手时 导览员才决定发动引擎江驼下跑 影片发布后引起正反两极一线 有网友认为导览员失责 他在男子遭抓伤后就该开车离去 否则猎豹若是受性大发将人拖走 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出面缓夹 表示导览员拿钱做事 如果贸然将车开走 反而会引起游客不满 因此他才会在有限度的情况下 允许乘客和猎豹接触 还有网友认为男子本身也要胆量够大 才能和猎豹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